今天來到市嘉寶 這是不是市嘉寶嗎 市嘉寶 市嘉寶和萬錦之間的一間茶餐廳 這間叫重屋茶餐廳 我本身是挺喜歡的 所以今天來試試它的早餐 看它的餐牌 轉乘非常多 兩頁都是早餐 它有咖哩芳腸粉 有豬腸粉 有醬混合 其他茶餐廳的早餐比較少見 若然你喜歡吃餐肉、火腿、腸仔 但又不知如何選擇 即是選擇恐懼 每個人都想吃 這個很適合 餐肉、腸仔、火腿肉 腸子 煙肉、雙蛋 一次過滿足你幾個願望 至於有肉、蛋、麵 即是香港、港式的常餐 一定有的 是,它也有的 這個混合有自選 你可以自己不同的配搭 有餐蛋、多士 再加一個炸菜肉絲、米 基本上飽 飽到三、四點都還在飽 街邊的豬腸粉 我狗胃了 我很少看到茶餐廳的早餐 是有街邊的豬腸粉 我最喜歡它的麻醬、甜醬、芝麻 但它想看醬是否比較少 我覺得比較少 我喜歡吃多一點醬 下次叫它多醬 我嘗嘗牠的豬腸 看一看 很有街邊的味道 很棒 街邊的有牛油紙 你會這樣繞著 我喜歡街邊的可以自己加的 可以毫不留情地送 因為每次跟他說多醬 都有點不好意思 對 好像很貪心 但如果自己加就可以 就著自己的份量 我小時候是喜歡 你的吃法是怎樣 你知道嗎 你要撩開它嗎 不是 整塊吃嗎 我示範給你看 來 我喜歡吃 你喜歡 你這樣蘸醬 所以我所說 多少醬都不夠 對 這個 因為它面積較大 所以它的醬會較多 可以充滿醬 再加麻醬 加辣醬 加麻油 你太滑了 所以滑滑腸粉 好吃嗎 超棒 但下次還是叫它加醬 旁邊的有少許白色 很刷 或者加醬 可不可以多點醬 多點麻醬 還有少許辣醬 麻醬 嘩 嘩 這才是街邊豬腸粉 淫落醬的效果 嘩 火醬 辣不辣 醬多個腸粉 這次你試試餐肉 香口 香口 好吃 多不多肥豬肉 不多 但是好吃的 太陽蛋 它夠太陽蛋 但我不喜歡 我喜歡有少許焦邊 但它很拔 很拔 很拔 太陽蛋 加了少許分 既然剛才太陽蛋 不夠焦邊 滿足了我的願望 嘗嘗它這個 火腿陰簾 它的份量相當大 你看這個盤子 一點都不小 它已經是 範圍很大 對 而且感覺到它的蛋漿 有少許流出來 有少許半生熟 所以我們切開它 它是否爆漿 流心火腿 有很多火腿 哇 火腿份量非常足夠 很棒 嗯 這個餐也不錯 十九九可以自選蛋 多士 還有加碗麵 還有肉 有蛋 有麵 有麵 這個就是正常的 香港的早餐 茶餐廳 正常的 香港的早餐廳 沒有那麼大飯 香港肯定沒有那麼大飯 肯定沒有那麼大飯 在西方的食量是大一點的 我買餐都是兩個餐 二十多元 其實都是十五元 選擇比較多 有些比較特色的 就是加點菜品 你想吃粥炒麵 這間茶餐廳是一個不錯的選擇